上一秒,大头故意扣沙沙沙,沙沙 下一秒 沙沙生气说不跟你玩了,扭头走之后这段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啊 沙沙和大头一起练对打的时候,大头交了几次沙沙 但沙沙的球还是貌高,大头扣沙想给沙沙点教训 没想到沙沙生气了,和大头生气说我不和你玩了 大头这直男,教人家沙沙打个球咋还上头了呢 瞧把沙沙给气的,看着沙沙生气后站到了刘丁硕旁边 大头马上跟刘丁硕进行了交接 个不贵,他是真的不贵,本以为是沙沙自己气消了走回来的 原来还是他过去哄好的,哈哈,这个口贤体质的男人 上一秒 就得给你点教训 下一秒 我错了,快回来吧 沙头俩人采访完后,沙沙还以为直接就可以走了 谁知道大头根本没有动的想法 沙沙直接撞到了他身上 这小子是一点躲的意思都没有啊 沙沙如果再高一点的话,就直接亲到大头脸上啊